現在整個法務部署只剩下部長一個人嗎 其他的市長不能夠去慰問 不能去感謝嗎 為什麼這麼重要的報告 為什麼這樣就輕率的請假 是因為明天就要總辭了 今天能混就混嗎 事實上蔡部長就有所知 他請假不是昨天晚上9點才臨時請假 他事實上這個禮拜陸陸續續都有在進行請假的程序 是一直到昨天晚上才獲得遵訊 你們不要欺負 中線啊 人好 軟土深絕 他陸陸續續在請假沒有獲得遵訊 態度還不夠清楚嗎 就是請部長來啊 蔡新陽部長在花蓮另外有公務 所以蔡部長請假 請問一下主席 什麼時候接到部長今天請假的通知 我得到訊息是在晚上9點多吧 對我得到9點多10點那邊 這麼重要的一個專題報告 我昨天一直在等 今天會出席官員的名單 我一直催促我辦公室的同仁 請問名單為什麼還沒有出來 他們說都還沒有訂 我想要請教的是 請問他在花蓮有什麼 比這更重要的公務 跟委員報告 那部長是告訴我說他今天 到花蓮地檢署 因為在這個慰繞我們這個 震災的相關的檢檢調同仁 這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在花蓮有一個根堡的團體 他長期對我們法部 他有非常多的這個支持 所以部長今天也要到花蓮的機會 也要到這個根堡的團體去做仿事跟慰繞 去花蓮慰繞辛苦的檢檢 去感謝跟生人保護人協會 這本來都是法務部該做的事 但問題是現在整個法務部 只剩下部長一個人嗎 其他的市長不能夠去慰問 不能去感謝嗎 為什麼這麼重要的報告 部長選擇刻意的不出席 為什麼這樣就清算的請假 是因為明天就要總辭了 今天能混就混嗎 各位報告 部長這個行程他其實是既定行程 他昨天就已經到屏東 然後今天到花蓮 他是一個連續性的行程 對不起喔 我請教一下 請教一下趙偉 我們排這個專案報告的議程 是什麼時候出來的 應該 欸 蠻早就出來啦 上個禮拜就出來 上禮拜 部長就知道排了這個議程 然後依然執意 排要去屏東 排要去花蓮 現在是在做畢業旅行嗎 因為我昨天知道訊息的時候 蔡部長人已經在花蓮了 所以我昨天聽到的是跟我講說 他人都已經在花蓮 所以嘛 對於法務部部長來講 沒有把趙偉 所排定的議程當一回事嘛 如果趙偉是上禮拜 議程就排出來了 身為法務部部長在上禮拜 看到立法院的議程 依然沒有先事先請好假 就毅然決然的 自己跑去南部 跑去東部 他踩穩的是 反正我就是不要來啊 我不來就是要請假啊 趙偉也拿我沒有皮條啊 不是這樣嗎 這樣的表現啊 令人失望 這是全國檢調的表率嗎 市長我知道不關你的事啦 您站在上面 也很無奈 但我覺得 司法法治委員會 該有的立場 要有 要不然 立法院司法法治委員會 根本不被 法務部部長看在眼裡 但你們不要欺負 中縣啊 仁好 軟土生絕啊 事實上蔡部長就所知 他請假不是昨天晚上9點才臨時請假 他事實上這個禮拜陸陸續續都在進行請假程序 只是請假一直沒有獲得這個趙偉的准許 是一直到昨天晚上才獲得的准許 不是說昨天晚上臨時才決定 不好意思我先停一下 他陸陸續續在請假 沒有獲得趙偉的准許 那他不就今天應該來嗎 不是他沒有獲得正面的回應 一直到昨天 據我所知是昨天晚上趙偉在 對嘛 所以我們剛剛講的客觀歷史事實到底什麼有錯 我沒有說委員有錯 我是在來弄群網站這樣子 過去陸陸續續要請假 趙偉沒有回應 態度還不夠清楚嗎 就是請部長來啊 他昨天晚上是仗著什麼 到9點多 如果有心來參加人在花蓮 我會預期的是他昨天晚上傍晚 就搭火車回到台北 不用準備嗎 他昨天晚上到9點多才獲准請假 他不就是擺明了沒有要來嗎 你是檢察官啊 對於事實的認定 我們在適用經驗法則跟論理法則的時候 我相信我剛剛的分析沒有錯 一個有心沒有准嫁 知道應該要來列席的部長 昨天晚上不是應該傍晚就要搭火車 回來台北了嗎 他為什麼有事無恐的 對於晚上9點多還在繼續請假 就擺明了就沒有要來嘛 我們到來吧 對於晚上9點多,0點多,0點多,0點多 在今晚,對於論理法則帶來的 在某些眼線上看來 聽不久,你可以努力把 在某些眼線上看來 有什麼用力吧 就是會和這個風情 就能去營傷